尊敬的公司领导 现场以及线下的所有的 以及线上的所有的爱多美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陈春梅 在市场上更多的人会叫我陈湘汉 我来自于四川成都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梦想大厅 与所有的爱多美家人们一起 共度爱多美中国的一岁生日 回想起第一次认识爱多美的时候 爱多美还没有进入中国 当我用心去了解 并确信大众精品战略之后 真的为之心动 如此高的品质 如此超值的价格 这不正是所有消费者梦寐以求的吗 而我也为了成为了爱多美忠实的消费者 并且我也相信 几乎没有人能够拒绝爱多美产品的魅力 于是我从身边的朋友 开始分享爱多美 当然他们都特别的惊喜 也非常愿意与我一起把握爱多美的这个事业机会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启了爱多美的分享之路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和我相同的经历吧 虽然那个时候一无所有 但我们却怀揣着对爱多美事业无比的信心 并满怀希望的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以及分享事业机会 从几个人慢慢的变成了十几个人 几十个人上百人 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小经验 经营爱多美事业 也许从零到一百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从一百到一千就会容易很多 而到了一千以上呢 基本上就无法控制了 因为喜欢爱多美的人会越来越多 从事爱多美事业的伙伴也会越来越多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都成了一批披心带跃族 总是乘坐最早的航班飞出去 晚上最晚的航班飞回来 虽然很辛苦 虽然有坎坷 虽然有眼泪 有很多的不理解 但是我们都非常的笃定和坚持 因为我们相信爱多美将是我们的希望 并将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直到2020年的4月 现在想起来 真的觉得好幸福 当听说4月开始可以注册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了我的伙伴们 很多伙伴流着激动的泪水 甚至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 反复地在问 真的吗 真的吗 开始注册了吗 爱多美真的要来了吗 我们的努力终于看见了曙光 对爱多美的坚守 也终于有了答案 感恩公司 感恩爱多美 如愿以偿地带着美好的愿景 来到了中国 它让我们感觉离梦想的距离 越来越近了 很快7月10号 我们的商城也正式开业了 所有的伙伴 都如万江汇入大海一样的迫不及待 注册会员的热情 空前的高涨 对大众精品的期待 更是迫不及待 因此 这也给公司的系统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每每会员注册 每每新品上市 就会系统卡顿 甚至崩溃 系统崩溃带来的 就是会员们的崩溃 我相信客服也崩溃了 客服中心的电话 被打爆无数次 但是客服的姑娘们呢 依然耐心地解答 细心地了解诉求 我所知道 IT部门的同事们 为了尽快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 熬得眼睛都红了 声音也哑了 甚至都不敢谈恋爱了 再比如 因为疫情 无法开展线下的研讨会 为了满足我们 对成功系统的需求 公司更是第一时间 将线下的研讨会 搬到了线上 会务部的同事们 可以说是 看到了太多的 凌晨的夜晚 消耗掉了太多的脑细胞 当然还有更多的 爱多美的同事 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而这一切 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我看见了公司的谦卑服务 所有的公司员工 都在和时间赛跑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市场 他们几乎取消了 所有的休假 很快 我们已经迎来了 爱多美中国 一岁的生日 在这一年里 公司的很多变化 我们都看在眼里 系统经过很多次的升级 越来越趋于稳定 产品的上新速度 越来越快 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同时 每周一次的一日研讨会 每月一次的成功学院 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公司极为用心的文化传递 用真心 在为我们打造成功系统 当疫情缓解之时 公司即时转换形式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各个分公司 积极地开展各类的研讨会 为我们各地市场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而各类研讨会 都已经快成为 我们伙伴们的生活习惯了 我相信 只要跟随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今年六月 公司组织了西双版纳的梦想之旅 我再次被公司的真爱灵魂 和谦卑服务 给深深的折服和感动 公司把我们当成真正的家人 航空座椅的大巴 超五星级的客房 房间里不仅备足了 当季最棒的水果 特饮 更是连出门的防晒霜 帽子 T恤 毛巾 雨伞 还有专门设计制作的扇子 晚上用的面膜等等 都准备好了 试问一下 如果今天是我们 带我们自己的家人出去旅游 我们会为家人准备得如此周到 一应俱全吗 公司真正做到了 思我们所思 想我们所想 爱我们所爱 当我们非常感动地 对总经理说 感恩公司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总经理却接近于惶恐地说 千万不可以这样讲 不是会员要感恩公司 而是公司要感恩所有的会员 没有你们的努力 就没有今天的爱多美 公司更感恩你们 这就是珍爱灵魂的企业 这就是谦卑服务的典范 我们不仅感同身受 更重要是要将这份爱 真正地传递出去 这才是真正的爱多美人 引以为傲的爱多美精神 其实所有的伙伴 都可以在爱多美获得成功 正如董事长所说 爱多美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爱多美就是我们成功的工具 是我们可以实现幸福生活的绝佳方法 如果在爱多美都无法获得成功 那一定是一个懒惰的人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强烈 渴望成功的企图心 只有有强烈成功企图心的人 才会不断地为成功找方法 只有对未来充满期待 有热情的人 才有能力克服困难 中国有一句老话 智不立天下无可乘之事 智可以理解为高远的志向 也可以理解为心中的梦想 无论如何一定要立志 其次要坚信自己在爱多美 可以获得成功 爱多美是一个让普通人 都可以获得成功的平台 至今为止 无数的家庭 因为选择了爱多美 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爱多美不仅是 自主品牌的电子商务 更是配套设施齐全 功能完善的超链接流通枢纽 我们不仅仅是爱多美的经营者 我们更是在国际事业的拥有者 在这种环境下 真的可以说 在爱多美不成功 才是奇迹 同时成为一个学习型的人 这个学习 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的知识 更是提高自己的心灵品质 放大自己的格局 记得有一日研讨会中 屏幕上曾经出现这样一句话 让我特别的惊讶 自天子以及庶人 皆以修身为本 而李生元博士更是一再强调 修身齐家 真的不敢想象 公司高层领导人 已经掌握了这些 我们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 他们都如此的爱学习 而我们更应该加倍的努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学习型的领导人 才可以带领更多的伙伴走向成功 最后就是坚持 我想说 重复和坚持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如果董事长没有坚持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就不可能有大众精品的出现 如果董事长没有坚持两者则二的精神 没有坚持正善上略 没有坚守正道经营 就一定没有如今的他人无法企及的爱多美 所以坚持你的信念 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坎坷 你都需要去面对和改变 只要你在爱多美坚持下去 你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最后我想说 爱多美进入中国仅仅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魅力 同时还有更多的消费者等待我们去开发 我们要以把大众精品传递到千家万户为己任 让更多的家庭因为爱多美而过上均衡的生活 希望我们一起携手 共同打造走向百年的爱多美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